我們有一個感恩的心的時候 不只是對我們的心靈有幫助 也是在敬拜神的一種方式 喔喔喔 有沒有 大家好 我是Andy 我相信你這幾週來 已經看到很多對於感恩的這些視頻 我相信你已經開始想起 或者已經開始去感謝你身旁的那些家人 朋友或是牧哲 如果你還沒有的話 這個瞬間現在邀請你暫停一下這個video呢 然後去簡訊或是打電話 或者在留言下面 趕快tag一下你想要感謝的那位人 開始 我等你 好 做好了嗎 我相信當我們有一個感恩的心的時候 不只是對我們的心靈有幫助 也是敬拜神的一種方式 為什麼我們感謝人的時候 也是敬拜神的一種方式呢 因為這些人也是神所創造的 神把這些人放在我們生命當中 有祂的旨意 所以我們感謝這些人的時候 也是在高舉神 也在說主 謝謝你的創造 當我們有感恩的心的時候 我們也在高舉神 神也在提升我們對祂的信心 當我們感恩的時候 我們把神的旨意和安排放高過我們自己的計劃 所以感恩也是我們敬拜神的一種方式 記得我們敬拜神不只是在我們聚會的時間 我們是時時刻刻都可以敬拜神 所以我們也可以隨時隨地的 來感謝我們身旁的人 事情 教會 弟兄姊妹 法師的事情 所以一切我們都可以獻上感謝 來讚美我們的神